我白天说的摆摊就是那个位置 你看那是永回超市的大门口 然后现在那里是摆的卖水果 早上六七点的时候是卖早餐的 回家了你往哪里走吗 这里城管还没有下班 现在回家了 明天早上的时候拍一下给你们看 那里人流量很多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的位置 毕竟我是新人嘛 不知道能不能挤一个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子 就是我现在给你们看见 我昨天晚上说的位置 就是我说的这个位置 有六家人在卖 卖西方的 卖肠粉的 卖豆浆的 还有卖手扎饼的 我去买一个包子和一个茶叶蛋 一个旋绕一个茶叶的 回去砍菜子了 这边是西方的配菜 走 每天儿子的早餐三块钱 一个包子一块钱 然后一个鸡蛋两块钱 现在我们准备坐公交车了 我们每天早上的早餐都是在车上解决的 刚刚算完还是上学 你们觉得我说的那个位置可以吗 哎 我觉得位置是可以 我感觉是我不行 再给你们说一个搞笑的事情 前段时间 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吗 说摆摊一天四五十块钱 然后就有人给我发私信 他说一天四五十块钱 还不如跟他一起去上班 就是那种在KTV陪人喝酒嘛 他说一个晚上至少也是五六百 别的不说 就是我的酒量吧 我的酒量就是一瓶啤酒的量 你说让我去喝酒 我一杯就倒了 我这样的酒量 一天晚上也能挣五六百块钱嘛 遇到这样的人给你发私信 我真的很无语 永辉超市打疫苗了 加强针 都不用排队的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老公说 他说为什么你知道那些宝麻容易被骗吗 就是被那些什么网上刷单的 或者什么样的骗 他说就是因为你们傻好骗 他说难道只是喝酒吗 你想的 他说你太单纯了 所以说还是睁大眼睛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还是每天挣的四五十块钱来的安心 现在准备准备下午的材料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